有不少的观众都有一个疑问 在日常生活之中 没有学习英文的环境 接触不到英文 更不用说去认识一些同样是学习英文的朋友 究竟有没有一些方法 可以在家里也认识到 同样学习英文的朋友 一起去提升英文呢?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三个在家里足不出户 都可以认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 学英文的朋友 同时可以提升我们的英文四个能力 听、说、读、写、Apps 而这三个Apps 无论你用iOS系统 又或者Android系统都可以下载 首先第一个要推荐的App 就是Fondi 这个App是由一间日本初创公司去制造的 让大家在家里 都可以认识到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习英文的朋友 从而提升我们的聆听 和说话技巧 如果你想和世界各地不同 学英文的人进行沟通的话 主要可以去到这四个地方 Plaza Lounge Bar My Park 首先是Plaza 这个功能 进去和任意的人进行即时的对话 Hello, I'm Monica Nice to meet you guys I'm from the Philippines Yeah, I'm from Thailand So in Hong Kong we speak Cantonese Can you say something? Hello in Cantonese is 你好 Can you teach me how to say hello in Thai? 他就说你好 How about you are beautiful 我打 Kun Sui Mark Kun Sui Mark Wiii That's too good Oh my god 另一个地方叫做Lounge 休息室 它的特点就是 你可以就着有共同兴趣 或者特定的话题 开一个特定的聊天室进行讨论 例如有一些聊天室是给想出国留学的朋友一起聊天 有一些就是欢迎英文的初学者 Hello, Ari, where are you from? Indonesia What are you guys talking about in this Lounge? We're talking about study abroad and travel Can you actually make friends on this app? Can you just finally be friends from Japan,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hen we still keep in touch 另一个地方叫做Bar 它的特点就是 可以让你随机和里面一位的用家 进行一对一的15分钟英文沟通交流 里面就会有一个Bartender 为你们去选择不同的话题 例如 Introduce your family I am the only child in my family I don't have any siblings In my family, we have four members Nini and my sister and I am the eldest So do you have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mily? Yes Next year I am going to university so they really support me with financial 如果你成为了他们的付费会员 你就可以享用一个更加高级的功能 就是Park 这个地方模擬了真实沟通的情境 制造了一个沉浸式的英文学习环境 假设这个Park里面有15个人 你可以听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当你越靠近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越能够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当其他人在聊天的时候 你都可以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Hi I'm from Japan Do you watch anime? Yeah What's your favorite? Hi Hello Joju Joju Yes!Yes! Me too! 这个地方真的会令你身历其境 好像真的进入了一个真实的空间 和其他人进行英文沟通 在APP里面还有其他有趣的任务和小游戏 这些就留待大家去知恒发掘了 这个APP有三大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 你不需要展示自己的外貌之下 和其他人轻松地进行英文交流 第二个好处就是 因为APP里面的用家 大家都在学习英文 所以你不需要太担心自己 在文法或者发音上出错 第三个重大的好处就是 你真的可以在APP上认识真实的朋友 由8月27日到9月4日 香港或者台湾的用家 就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如果大家想像这个APP去用的话 就可以按我资讯栏下面的link 或者可以在APP Store或者Play Store里面 打Fondy去下载和了解更多 第二个我要推荐的APP 就是叫做GingerWriter 这个APP可以帮助我们提升 写作和表达上面的能力 平时要用英文去表达句子 但是不太确定自己的表达 是不是很准确和清楚 又或者会不会有一些更好的词会 可以代替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APP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APP有 两个很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 它可以在我们写作之后 帮我们检查有没有文法 存法 意思上的表达错误 例如这句句子 I would like to have a cop of cop 当你打了上去的时候 有螢光的地方 就会展示你的错误 而在下面 你就可以找回它正确的存法 在平时我们做完作文练习 你可以整篇作文 把它贴上在APP里面 它就会自动帮你检查 有没有在文法、存法、用法上的床 但我最喜欢就是它第二个大功能 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美化句子 或者找一些替代词 去表达得更加精准 如果你想令到你的句子 看上去更加自然 你就可以试一下它里面有一个 叫rephrase的功能 现在打了句句子在上面 你可以按rephrase的功能 它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句子在下面出现 它会提供更加丰富的句式 例如它会出现一些有 phracial verbs、动词、短语 又或者又用不同tenses 事态的句子 又或者是更加精准的词汇 如果你要用到社交媒体 又或者email 跟一些外国人聊天 你不是很确定这句句子的表达 究竟够不够字 你就可以立刻用你手机的这个APP 去看一看rephrase的功能 看它有没有更加自然的表达 但这个APP就不是十全十美的 特别是同意词的选择方面 就比较少 建议如果大家要找更多的同意词 在待词 可以上Tesaurus这个网站去搜寻 这个网站上面有很多不同选择的同意词 而且是会给你例句 所以我平时都会比较多上这个网站去找 第三个我要推荐的APP 叫做Rosecreen 这个APP是以一个有趣的方法去提升我们 聆听和读理解的能力 平时我们经常都会拿着手机去看影片 看一些娱乐性的资讯 我自己都经常这样做 但看一看就会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个APP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边看一些有趣的影片 边去学英文 在打开这个APP之后 你可以用Vostap 选择适合自己的难度 例如它会分为初学 基础 中级 中高级 高级等等的五个听力难度 当你一进到这个APP 它就会自动播放一条大约十秒钟的英文短片 在播放完这条影片之后 它就会给你选择 有字幕的展示 还是没有字幕的展示 如果想挑战自己的听力的话 建议大家去选 没有字幕 之后它就会出现两个答案 叫你选择正确的答案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你不是要选择 刚才那个短片说的句子 而是要找出 跟刚才句子有相似意思的答案 它通常就会以一些同意词的形式 或者转换句式去考核你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and your comments are valuable but I'm going to ignore your advice 两句的答案都没有一样的句子 而你是要选择相似意思的句子 它的影片素材是很丰富的 有电影 动画片 演讲 纪录片 美剧等等 每一次下去下一条影片 都是不会重复的 所以就会提升这个随微性 你不会觉得经常用同样的影片会很闷 在影片的左上角位置 它就会有这条影片的素材来源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短片很有兴趣 你就可以按入 它就会展示这个素材的完整影片 而你可以针对性选择你想学的语法去练习 大家可以按VoStructure 可以选择练习不同的文法 例如有Noun phrases 不同的Tenses 如此类推 这个APP 帮助了我们有效地利用自己 有几岁片化的时间 例如在上班、上学、上班、科学 或者有空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这个APP 看一些有趣的影片 也可以学习到英文理解能力 文化上的能力 和意词的能力等等 以上推荐的三个APP 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 如果大家有用到这些APP 记得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你觉得这个APP 如何用 又或者有没有其他APP的推荐 分享给大家 我的频道主要和大家分享 有效、有趣、学习英文的小方法 每逢星期六 晚上8点钟 会更新新的影片 如果想学习更多 记得订阅 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个星期六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